这是一个茶杯 或者叫茶碗 这个颜色呢叫做茶叶末柚 它是一种黄绿相间的一种颜色 那我之前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时候 看一些瓷器的时候 我就发现一个颜色很特别 我记得是葫芦状的一个 很小不大 和这个可能差不多大小 几个小件上面写着茶叶末柚 我就觉得哇这个颜色很漂亮 和其他的颜色都不怎么一样 就在清代的时候 其实出了很多这个非常非常 这么叫奇力的颜色 但是这个颜色就很古朴 后来我查了一下 这个茶叶末柚呢 其实在唐代的时候就有了 因为他们在烧那个黑桃的时候 偶然发现 在温度大概一千两百多度的时候 就会就会烧成这种 这种黄绿相间的这种结晶 所以它也是一种高温油 非常稀有 现在比较少 比较少少看到吧 所以我看到就买了下来 他们讲说那个台北故宫博物院呢 大概是有这么三四件 三四件 那我这个呢 据说是第五件 那个卖家给我说 还有这个乾隆玉笔的鉴定证书 上面写的这个 天下第五件 茶叶末柚茶碗 结果这个证书后来被我小孩弄坏了 我前两天和那个卖家讲 他说他说没关系 他说我再给你写一张 过几天就会寄过来了 那今天呢 其实我们要讲的两个镜头呢 也是和这个茶叶末柚这个茶碗一样的 它也非常的稀有 那这两个镜头呢 就是context的老镜头 一个是28f2 一个是100f2 这两个镜头 我叫它非常稀有 而又让人爱恨交加的两个镜头 我们为什么讲稀有呢 还有个原因 就是说context f2的镜头比较少 我了解一下 好像context f2的镜头只有四例 就是28f2 100f2 还有135f2 还有一个200f2APO的镜头 200f2那种的根本就是 不是普通人类能够消费的 那135f2这类镜头呢 因为我有100f2 后来我就没有去找另外那一截 而且现在135这个焦段 现在好像大家都 现在的这个 这个时代不怎么流行 所以我就没有去买到 以后我买到了 也可以尝试一下 所以我们今天只评一下 这两立镜头 那f2的镜头本身比较稀少 所以我对这个 这个系列的镜头啊 就就很好奇 我们先来看这个28f2啊 很多人叫它好莱坞镜头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知道蔡斯呢 其实在电影镜头方面 有很多的产品线 而且它的知名度非常高 素质也非常高 那这一粒镜头据说和蔡斯的 某个电影镜头的结构 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照搬来 在这个相机镜头上 所以它又赢得了这个名号 我觉得这个东西 不太可考了 可能也是像我这样 被context洗脑的人创造出来的 但是就是蔡斯有一个电影镜头系列 比较便宜的系列 是CP什么什么这样的系列 那个系列的很多镜头 和context的相机镜头的结构 是大部分是一样的 或者是稍微改动一下 所以这个镜头就很知名 那这个镜头呢 其实为什么说它稀有呢 因为它其实生产的时间非常非常短 大概就是我查了一下资料 是大概八几年一直到八九年生产的 所以就是几年的时间 不到十年生产 而且全部是在德国生产 context有德国产的 还有日本产的嘛 那这个就是说 全部是德产的镜头 所以它的玻璃啊 什么全部是那种 我们所谓的老玻璃 这也是为什么比较稀有的原因 当然稀有不见得代表它特别好 也不见得代表它不好 这个等一下我们来聊一下 那这个镜头是什么一个观感呢 这个镜头你拿在手上 真的就是觉得很结实 它的口径是五十五的口径 就是说里面有这个 还是有浮动镜组 浮动镜组呢 就是说它的镜射能力的数值会提高 同时这个28F2呢 也是光圈最大的广角镜头 所以它的这个镜头 展现出来的这个弱光能力也非常强 就是弱光能力 就是说我们平常拍一个 拍一个照片也好 拍一个视频图像也好 就是说我们有明调和暗调 明调呢就是表现一些 明调就是简单讲就是比较亮的画面 整体比较亮的画面 那种呢就是说表现一些这个 比较开心的呀 比较可爱的呀 比较比较向上的情绪 那一些暗调就是说 整体画面比较暗一点的 比较沉一点的画面 那这个就表现很多比较严肃的呀 残酷的呀 或者阴暗的呀 或者是可怕的这样的这样的情绪 那这个暗调呢 那就28F2这里镜头非常非常适合 因为它的暗部的细节非常非常的丰富 就是它暗部它的细节很 而且它很平缓 不会让你觉得这个这个 就像现在现在镜头非常流行 这个高反差 所以呢就会有阶梯性 它反差很大 那它暗部的相对比较比较平缓 让你觉得细节很丰富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适合 创作暗调画面的镜头 为什么叫做爱恨交加呢 因为这个镜头虽然它的颜色 也就是那种人们讲的德味的颜色 就是比较浓郁的颜色 然后它的这个暗部细节非常丰富 但是它有一很大的一个缺点 有很多人不喜欢 就是它的边角啊 边角会有一点点变形 比如说用手机拍照 你要一定要记得 你的人像啊 在手机的相对这个画面中间 如果你在边上啊 你这个脸就特别宽 就被拉宽了 所以不好看 那这个28的这个镜头 在一些边角 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它会有一些变形 所以很多人就 很不喜欢这类镜头 就是又爱又恨 但是就我个人而言呢 我相对非常喜欢这类镜头 大家看我 我的视频呢 绝大部分都是用28F2 这个镜头拍的 大家看我以前在那个户外拍的一些视频 大家就明白 就说它有一个很不一样的郊外 就是它有一个看起来很 你讲它奇怪也好 你讲它特别也好 很不一样的郊外 和其他的镜头的郊外都不一样 那我就觉得说 它很特别啊 我就喜欢这个很特别的东西 所以我就一直用这个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镜头 而且它在广角端的这个光圈很大 这就是我对这个镜头的一个总结 它配一个 就是它的口径是55的口径 那要拍摄的时候呢 最好配一个遮光照 它一般有一个转接环 55接到86带着这个光照 会大大提升你的画质 好 现在我们来讲第二个镜头 这里镜头呢 就是100F2 这里镜头有什么特点呢 就是说之前我们讲那个85 1.4的时候 很多人就诟病它说 85 1.4当它光圈全开的时候 它的画面太软了 我们不喜欢 一直要到5.6的时候 它的这个成像效果才最好 所以后来呢 Context就出了这一例 这一例镜头就是 它在各个光圈条件下 它的成像都非常非常的优异 所以它在技术上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记得有一个不错的一个摄影师 就是它把它评为 最好的135镜头的之一 忘了是多少利益 最好的135镜头之一了 各个品牌之间横品得出来的 所以说它是一个 而且它是后期设计的 就是说大概在90年代的时候开始设计的 那时候已经有各种数码的相机出现 所以它在设计的时候考虑了这些 所以它对这个我们经常在老镜头 在相机上碰到的问题 比如说紫边啊 这个颜色溢出啊 它做了一些改进 所以有很好的控制 那这一例镜头呢 在现代相机身上用就非常好 所以它基本上是一个优等生来的 就是每个人都很喜欢你挑不出什么毛病的 这么一例镜头 好 这就是一个大多数人的一个评测 现在来讲一下我个人的 我个人的一个看法 我之前有一例 德国产的85.4 那后来买了这一例呢 我就把那例除掉了 除掉了 我就用这一例 后来我发现很快我就发现 它虽然是个优等生 但是我不是太喜欢 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它和 虽然它是F2和F1.8 只差了一档的光圈 可是我在拍一些 拍一些人物的时候 它那些焦外啊 它那些光点啊 就效果会差别很大 就是我们经常叫大光圈虚化 大光圈虚化的时候 那光点是最明显的嘛 就是那些灯火 我觉得就是差别很大 让我觉得你看 是我现在讲 电视是一个浮夸的东西 或者说我是一个浮夸的 都可以都可以成立啊 因为我就觉得说 形式感就没有那么强 所以我用了一段之后 就有点不太喜欢 我就又开始用回我的85.4 我后来又买了一个85.4 你看所以老镜头有一个好处 就是你用一段 你不喜欢你可以卖掉 然后你如果再享用 你就又可以买回来 你买卖的价格 其实不会差太多的 如果你保养得当的话 或者说你 你辨识这个镜头的 好坏得当的话 其实不怎么 是比较 相对来说 是比较便宜的一种 买镜头 消费镜头的一个方法了 绝大部分的评测来看 它是一个优等生 它在各方面 都非常非常的优秀 你看它在各个 各个光圈条件下 它的结像都很好 而且它的焦外也很美 然后它成像也非常的立体 有的时候人就很奇怪 就不见得每个优等生 都适合你 对不对 为什么我们就说 这两个又让你爱恨交加 因为我们这两个焦段 经常会让我们 陷入一种纠结的状态 比如说28 那我出去拍 我每次都会讲 哎呀 我应该带25呢 还是应该带28 还是应该带35 1.4 就是你会陷入一种纠结的状态 那还有说 为什么它只生产了几年 就停产了 我觉得也是和这个有关系 不是因为它自己不好 或者因为它太好 是因为它 怎么讲 生不逢时 就是因为它尚有35 1.4 351.4 它们俩其实数字是差不多的 画质也是差不多的 都能够提供一个 让你惊讶的东西 然后下面呢 又有它的28 2.8 也是不错 只是光圈小了一点 或者25 2.8 它的那个广角更大一点 所以这个28 f2呢 就会有一点 有一点尴尬 所以 所以就 后面它也没有再继续生产了 那一样的 我们在选镜头的时候 我们决定要带哪个镜头 出去的时候 一样会面对这种纠结 那这个 120的话 也是会 我们要带85呢 还是带这个100呢 还是带135呢 有很多纠结 所以这个 镜头多了 你就会 体会到以前 那种皇帝的那种 那种矛盾的心理 就是 虽然我跪为皇帝 可能每天晚上都会 很困扰 我今天到底去哪儿睡呢 西施也不错呀 王昭君也不错呀 杨贵妃也不错呀 应该该怎么办呢 最后补一句 如果你们希望要去看一个真的茶叶木柚的瓷器呢 你们可以去台北故宫博物院看他的那几个真品 当然我这个也是真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